法国的生物科技公司研发了一款生物舱 号称结合多项科技 让舱内环境维持在最有利于植物生长的状态 进而增加生产效率 减少资源消耗 这间公司也跟美国太空总署合作 希望在2027年之前完成太空版的生物舱 让太空人也能够种菜 解决太空当中食物短缺的问题 上半部透明的椭圆球形物体 发出紫红色的光芒 看起来未来感十足 走进去一看 里面种满了绿色植物 这个高5公尺 面积55平方公尺的物体叫做生物舱 业者宣称 它是永续农业跟对抗气候变迁的最新利器 生物舱结合多项科技 但更加特别的 会提供生物业生产生产生产的最佳状态 提供新的可能 并大幅减少运输产生的碳足迹 这间生物科技公司还跟美国太空总署合作 希望2027年前完成太空版的生物舱 让太空人在月球跟火星上 也能有自己的开心农场 解决太空中食物短缺的问题 创办人说 未来商业化生产后 一个生物舱售价约35万美金 接近1100万台币 物链这边